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讲解制作过程 建议采用这个品牌的米粉 效果满意 港式炒米粉通常都是热水浸泡 今次会用冷水浸泡 一包有三个米粉 一个已经足够 浸泡半小时 配料有红萝卜 少量椰菜 辣椒 分量根据你的喜好 这款炒米粉是越辣越好吃 必须加入辣椒提升香味 还有蒜头和葱 把蒜头 辣椒和葱切碎 放一旁 备用 红萝卜和椰菜切成又条 调教酱汁 方便操作 一茶匙糖 少量盐 想煮出大排档风味 必须加入一茶匙味精 如果不喜欢 可用鸡粉代替 一茶匙味精 少量胡椒粉 半汤匙生抽 半汤匙老抽 半汤匙蚝油 一茶匙美籍鲜酱油 半汤匙麻油 拌匀 备用 把三只鸡蛋打散 加入少量盐 把鸡蛋打散 所有材料已经准备好 等米粉浸软就可以制作 半小时后 把它捞起 瀝干 把火烧热 如果你用不粘锅 切勿把它烧热 会缩短它的寿命 关火 加入一汤匙油 摇匀 加入鸡蛋 开大火 把它炒碎 配合米粉的质感 关火 捞起 备用 把鸡蛋打散 开小火 加入一汤匙油 摇匀 加入蒜蓉和辣椒炒香 加入红萝卜丝 椰菜丝 开最大火 炒三十秒 加入米粉 翻炒均匀 把鸡蛋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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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必须用最大火 否则不够火气 稍后会拍摄影片 解释什么是火气 加入酱汁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加入鸡蛋 加入葱花 翻炒均匀 关火 上碟 广东炒米粉完成 希望您喜欢 多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